最近疫情不斷的延燒 相信非常多人都很擔心 自己會不會出現快樂缺氧的狀況 在這個時候就有非常多人開始入手 一些缺氧偵測的相關裝置 不管是手指型搭還是穿戴裝置都是 那 Realme 就在近期推出了 他們的第二代的智慧穿戴 就是我手上的 Realme Watch 2 以及 Realme Watch Pro 這次當然也搭載了缺氧偵測這個系統 那除此之外 我們今天還要帶大家一起來看的是 Realme 8 的新手機 如果對這些東西有興趣 還不知道要入手哪一樣的呢 就趕快跟著我們一起去看下去吧 但在這之前 還是要先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Hi Hi 我是麗珍 歡迎回到開箱爆爆的時間 近期大家應該都很認真的 在搜尋血氧偵測相關的議題吧 那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看的呢 就是 Realme 最新推出的穿戴裝置 它這次除了一般智慧手錶 可以帶給你的功能 譬如說像是接聽電話、看訊息、運動偵測之外 也特別把血氧偵測放到了裡面來 那至於這兩款新的智慧手錶 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馬上就來告訴你 但其實他們真的差不大啦 就是主要是在手錶的尺寸上面 一個是1.4吋 一個是1.75吋的全平面的螢幕之外 然後價格的話 其實只差了大概一千塊 我們先放在旁邊 讓大家稍微衡量一下 欸你覺得哪一個價格是你比較能接受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因為它這次呢有支援到iOS的系統 所以如果說你本來是用 可能蘋果的手機啊 然後你一直很想要買智慧穿搭 但是又覺得 Apple Watch的價格太高的話 這一次也可以評價輕鬆入手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新的 評價防疫小物的概念吧 那首先我們就先來看你一下 Realme Watch 2 Pro 它的外觀好了 它其實這次兩隻手錶 你這樣子擺在一起看的話 我是覺得長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像 如果說沒有看說明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發現 它一個是就是完全的黑色 然後一個是有點比較偏灰質感 再好一點點的顏色 那大小的話 其實也要非常的仔細 才可以看得出來啦 就其實沒有真的沒有到差非常的多 那主要比較大的區別 應該是在續航力上面 因為在Realme Watch 2的話呢 它的電池容量大概是315mAh 相當於就是如果說你都一直戴著 然後沒有特別在去使用它 或是特別一直在上面操控的話 可以大概連續使用個12天左右 應該已經算非常長了 但是在Pro的話 這邊它則是可以用到14天 電池容量呢是高達了390mAh 如果以我自己普通的使用經驗的話 Apple Watch大概2到3天就已經是極限了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非常的久 非常的省電 這次大家最關注的 應該就是它的鮮氧偵測系統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你翻到背面的話 它就有兩顆光脈式的感應器 分別就是鮮氧濃度偵測 以及心跳偵測 而且我覺得非常方便的是 像我這樣一打開 然後其實呢 往上滑 它就馬上就可以看到有心率和鮮氧 就可以馬上去測試 實在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說你想要測這個東西的話呢 其實你錶帶應該要綁緊一點 會比較準確一些 那至於其他的功能呢 基本上它這次是新增到了 有90種的不同運動模式 只要你下載它的App 都可以隨時監控 那它的運動模式裡面 我覺得比較特別 是它可以幫你辨別是室內 還是室外的運動 如果說你在家裡跑跑步機啊 或者是只是簡單做個核心訓練的話 其實它都是可以幫你監測的 那Pro這邊的話 還可以再加上一個就是遙控自拍 應該有帶過穿戴裝置的人 都有體驗過這樣子的東西 那它這次呢 螢幕的亮度也有調到了600Nits 所以如果說你在太陽底下 或是常光底下 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在日常使用的話呢 它也有做到IP68的防塵防水 就洗手或是下雨的時候 其實也不需要太擔心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它功能算是還蠻齊全的啦 如果說你真的有考慮想要買這樣的東西 然後你也不想花太多日算的話 我覺得realme Watch 2 會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再來呢我們要看的就是它這次的新機 realme 8 5G 它應該算是一個萬元內五支入門手機的一個新選擇吧 那這次它分別是推出了兩個不同的顏色 分別是我手上的這個超音速藍 以及超音速黑 顧名思義 應該大家都猜得出來 它就是以一個賽車的概念來設計這一次的手機 那它是用一個有點電鍍的感覺 然後比較亮面的一個設計 就看起來好像有那種速度感啊 賽到的感覺 那手機的整體厚度呢 是大概8.5mm 重量的話是落在185公克 這樣好像 雖然說五支手機它需要的天線會比較多啊 但是好像各家廠商都做得非常的輕 大概都是在190到160之間 我覺得是非常的厲害 它至少拿在手上的時候不會像以前智慧型手機的存在感那麼大 都算是還蠻輕巧的啦 那看到正面的話呢 則是一個6.5吋的Full HP Plus 的挖孔螢幕 搭配90Hz的更新率 也算是中規中矩的一個配置 那至於看到背面的螢幕的部分呢 其實它的相機模組有一點點突出來 但是應該使用上是還好啦 那鏡頭的話則是一個AI的三鏡頭配置 分別是一顆4800萬的主鏡頭 200萬畫素的黑白原相鏡頭 以及200萬畫素的微焦鏡頭 那正面呢 則是一個1600萬的自拍鏡頭 那這組相機模組拍起來的感覺是如何呢 我們還是先上照片讓大家稍微體驗一下 這組相機鏡頭的配置基本上就是中規中矩 我們自己拍起來是覺得 雖然說遠的地方你可能放大之後會覺得油畫感比較重 但是大致上來說是蠻OK的 那在人像部分呢 因為它是加入了黑白人像 所以在冰人運算的話 我覺得是蠻自然的 比較沒有那種很明顯的鋸齒狀 然後運算速度也還算快 快門的速度也OK 只是說可能有一些可能跑出來的髮絲啊 距離你的人可能遠一點的那種髮絲 它可能就會被運算掉直接打呼出力 這是稍微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整體看起來是還蠻自然的 微距的話可以拍到大概4公分左右 是還蠻近的還OK 但邊緣會稍微有一點點模糊 可能大家在拍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邊邊角角的地方 那在自拍的鏡頭的話 它畫素其實還給的蠻高的 但我們剛剛美肌有開到大概50% 我自己是會覺得有一點點那麼不太自然啦 但如果大家自己在使用的話 從開低一點效果就會好很多 那整組鏡頭模組拍起來的顏色 比較偏紅偏暖一點點 如果說是喜歡這樣的色調的人 應該會接受度蠻高的 再來看到處理器部分呢 它這次則是搭載了天積700 然後有兩種不同的規格 分別是4加128GB 以及8加128GB價格一樣 放在旁邊給大家看 基本上就是七八千塊的上下在跑 那這兩種規格呢 一樣都是獨立的三卡槽 5G加5G的雙卡雙待 比較特別的呢 就是它這次有加入了一個 DRE的動態記憶體擴展技術 就是說你可以把你的儲存空間 轉換成記憶體的容量來使用 也就是說可能你在使用這個手機的時候呢 它的跑的功率或者是你在使用上的順度會比其他可能同規格同樣配置的來得再好一點快一點順一點這樣 那在電池容量部分的話看到這隻手機 這麼大一個 應該就不難猜到它其實電池容量是還滿夠的 有做到5000mAh搭配18W的快充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它這次有新增了一個叫做超級省電模式的功能 就是你開了之後呢最長它可以待機到655個小時 甚至是剩下5%的電力的時候還是可以使用34.2個小時 也就是說大概你講電話的話 可以講到89分鐘那麼長 那真的是滿厲害 因為平常可能我們使用iPhone啊 像我自己用iPhone的話 大概剩4到6%的時候就有可能 很有機會會自動關機 但它就剩下5%還可以使用那麼久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厲害 最後呢在它的辨識方式呢 是旁邊這個電影人件的側邊指紋辨識方式 應該也算是防疫期間比較熱門的神像啦 以上三樣呢就是我們今天帶大家快速看過的一些比較 5隻入門甚至是防疫的3C周邊小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考慮想要入手哪一個呢 我自己是對這個水氧偵測還蠻有興趣的啦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麗澤我們下次見掰掰